击击击 给我个拖 击击 击击击 击击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鹦鹉妈妈Susan 今天我要分享身体发出的八种疾病预警信号 及其应对的自然疗法 一 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 症状包括胸痛 左侧下额痛 左肩膀痛 或者上楼梯时感到不适 建议摄入维生素E和维生素KL 来支持心脏和动脉健康 傲 中风 症状包括身体一侧出现问题 面部表情不对称 一只手臂无法正常抬起 言语不清 遇到这些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急诊室 三 感染 症状包括喉咙发痒 持续咳嗽 频繁打喷嚏 流鼻涕 建议大伎量摄入维生素D3 5万国际单位 并补充新维生素C和自出局 四 脂肪肝 症状包括 右侧肋骨下感到饱满 紧绷或疼痛 间歇性断食和生酮饮食 有助于逆转脂肪肝 要避免饮酒 五 胆结石 症状包括 尿色深 粪便漂浮 粪便颜色浅 便密 可以补充胆炎来解决 六 肾结石 症状包括 腹部一侧疼痛 建议饮用柠檬汁和水 补充肝胺酸酶 避免高草酸食物 七 胃溃疡 症状包括 空腹时胃部疼痛 进食后感觉好转 建议摄入小麦草脂粉加水 以及腥和肉桂酸 有助于改善状况 八 糖尿病 症状包括 难以跳过餐时 渴望碳水化合物 饭后需要小碎 建议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间歇性断食和健康的生酮饮食 渴望碳水化合物饮食